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接续前一讲 我们刚做出一个这个共编的M边形 但是这个图形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让这乌龟 在一个半径为一的圆上跑动 就是不要让它跑出去 先把这乌龟先把它删除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个 这个共缘的正M边形 现在一样先按一个按钮 那这边就是叫做 共缘的正M边形 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三只乌龟 接着我们一开始如果在画的时候 我们先让它出现一下 接下来再来移到这边选择设置 那乌龟一开始 我们就是要从这边开始让它动 所以我们一开始先移动它的位置 Set Close 设置坐标 那送过设置坐标呢 我们就可以让说TC跑到这个01 那它这里呢 就会从这边开始动 那接下来我们一开始 让它往这边移动 那一样呢也是有这个N 我们觉得这个角度呢 它该怎么设置呢 我们如果要一开始往右 但是接下来往这边 那现在这是一个 例如说它这个五边形的话 它这里要转几度呢 这个角如果是五边形 这个呢其实你可以把它想像这里有个切线 对这是个弦切角 那弦切角呢 当然就是这个什么 弦切角刚好就等于这个圆轴角 那圆轴角呢 刚好是圆形角的一半 所以其实右转角度呢 就是什么180DG再除掉N 对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第一次的这个转动 好那接下来转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再重复 画这个N边形 那接下来呢 就要计算一下说 我到底要走多长 好我们先回到九曲吧 我先来解释一下 这个边场的设定 假设现在有个A是10 那B呢 就是把A呢 再把它转个 就是A 对着O点 转个360DG 除掉N 好 所以这是十二边形的时候 我们先来大一点点 例如说这五边形 这是O等于这个00 我现在问的是说 这个边场呢 对好 AB呢 到底有多长 那要看这长度呢 重要的就是什么 我们今天呢 要做一个这个垂线 然后这边呢 就是取了这个 这个 这里取了焦点 那这里有个 这有个等腰嘛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呢 对等腰 那这时候高呢 这时候是三线合一 那这边其实就会是中线 好那A系的长 是用这个角来表示 现在是半径为1 所以是这个角的SineC 好那这个角现在是什么 360除N再除2 一半 对就等360除2N 好那所以这边是Sine的360除2N 然后再乘上2呢 就会等于整个AB的长 好 所以一开始在这边呢 就是要练习一些基本的三角函数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就可以是repeat 好 那刚刚是TC repeat次数是N 好那一样 我们这时候就是要那个 对 Turto Foreward 好 那刚刚我们经过刚刚的推导呢 我们知道要前进的这个2乘上Sine 对 180DG除掉N 好这样子呢 就会得到这个AB的这个长度 这要乘上2是因为有两段 好那乘管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要做这个转弯 那转的角度呢 这时候是一样是 因为现在是一个正面边形 好那所以说最转的角度呢 实际上是3 最转的角度是那个M边形的外角 所以这边就是用这个360除掉N 好那这样子呢 把它重复N次 好那重复N次之后 其实这样就结束了 但是呢 我们最后呢 还是把它转正 原本呢 就是朝向右的 最后还是让它朝向右 所以呢 这里呢 再多一个这个左转 让它转回来 现在呢 他这时候就在这个 圆上跑出一个这个正五边形 那顶点 等一下出发的时候呢 顶点都从这里开始 好那如果你现在呢 再把它调成这个6 对好那这边呢 我们再输入 这样子也会得到一个 是共元的这个6边形 好画完这个正五边形 正六边形 我下一个想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对角线连起来 那其实连对角线的过程呢 就是在画星星 所以下一节 我就要教大家如何画星星 那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要画一个五角星 七角星 十二角星 要注意哪些细节